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关键时报 今天全世界的领袖 一个一个的站出来信心喊话 因为现在面对了新冠肺炎 是二战以来 全世界没有看过这么紧急的事件 连美国总统川普 他都说他是暂时的总统 他要启动国防生产法来抗议 他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纽约炸锅了 纽约竟然一天时间 他居然增加了695例 连我们看到了 一直跟川普作对的纽约州州长古墨 他都说我现在已经跟总统 站在同一个壕沟里面 代表如果地方跟中央不合作的话 这场的战争死伤会非常的惨重 另外我们现在把眼光看到了欧洲 那更可怕的是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意大利 这一台一台的军车 里面竟然载着尸体 也就是现在意大利的死亡人数 已经多到他的殡仪馆 他的这个所谓的一般的车辆 已经不可负荷 他现在竟然要用动用军队 来运送这些尸体 好 我们今天请到内外宾 对代表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正宋 您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的董事长 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民进党 前立法委员林静怡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杳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陈东浩 大家好 好 正浩 我们刚刚看到了 现在纽约州 我今天看到纽约州 郭莫讲我跟总统站在同一个战壕里面 不对啊 以前不同党 你们现在关系非常紧张 怎么现在讲得这么亲密 因为我要资源 如果要不到这个资源的话 纽约就要炸锅了 那纽约到底有多严重呢 一看才发现 他现在是1339例 他今天一天的时间 竟然增加了695例 我们能讲 纽约交易所都可能停摆了 是吧 孝贤刚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 甚至是纽约市 短短19天内 纽约市世界中心 就被新冠病毒击垮了 纽约那个成长曲线 已经如同意大利一样 已经如同首尔 那个韩国一样 如同每一个我们过去曾经爆发的城市一样 开始飙增了 你看吧 12 13 14 15 16 17 碰到18这样跳上来的 是吧 我们只要看到这种曲线 我们就知道这个城市已经被击垮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包含川普他自称自己就像是个战时的总统 他以二战来做类体 他认为他现在就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 只是他的敌人是看不见的 又或者是纽约州的州长 拜托川普 他拜托他的政敌 拜托川普 用我们的美国陆军的工兵署进驻 怎么样 进驻我们要盖野战医院 要工兵署进来 工兵署进来 要做所谓的战时野战医院 要把大学宿舍也征收 征收民间资源 像不像武汉 这太夸张 这纽约 如果纽约有这个战时帐篷 那还得了 是 而且他要求把大学宿舍也征召 变成所谓战时临时的医疗中心 这不跟武汉一样了吗 跟武汉一模一样 所有武汉学校 是不是都被征收变成隔离中心 目前纽约也这样子 而且纽约还拜托什么 退休的医护人员加入 像不像战争的时期 所有退休的人 所有当过兵的人 回来加入这场战场 作为第一线的动员 所以整个纽约市 是总动员的状况 我们看到纽约很多状况 是我们不敢想象 或许某种程度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历史当中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电影 看到有个电影叫做 《我是传奇》 你说现在是历史 我们现在活在 见证一个历史事件 我们在见证一个历史事件爆发 这个是《我是传奇》的剧照 的内容 大家那时候看到 觉得不可思议 但它的内容是 那个纽约 还有全世界 被病毒所袭击 所以原本繁荣的纽约 一夕之间 什么都没有毫无人烟 只剩下这个唯一 被活下来的黑人 这个电影 我们很多人都看过 可是这个电影的场景 目前正真实在纽约上映 第一个 纽约证交所关闭 我们没有想过 纽约证交所会关闭 这是历史以上 头一招 纽约证交所有电子化之后关闭 你看吧 因为对纽约人来讲 或对全世界证券交易来讲 那个大庭 那是一个活络的象征 大家比手画脚 代表我这个市场是活络的 就没有想到 这个大厅院有两个人感染了以后 这个大厅不能作业了 过去不管是在电视画面 或是新闻画面 我们都看到 那个大厅每一个人拿着说 要买入位 要卖出等等 那是一个非常活络的 代表世界的金融中心 这是现在的画面 这是之前 之前搭的画面 现在画面是什么 在锤子一敲下去的时候 没了 纽约政交所关闭了 史上头一招 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们活在历史当下 再来了 纽约的地铁 纽约地铁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纽约地铁是人潮最汹涌的地方 保雅哥你能相信 这是纽约的地铁吗 空了吗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是这两天早上 纽约市的地铁 纽约人不敢坐地铁了 没有人坐地铁 因为对他们来说 疫情太紧 他谁敢坐地铁啊 能够走路就走路 尽量不要出门嘛 再来了 时代广场 过去时代广场 是你车子根本开不动 你人根本进不去 百老汇跟时代广场 纽约文化的两大象征 全部都没了 所以我才说 这个时刻 大家真的很紧张 又或者是我们刚刚谈了 美国真的已经战时崩溃 他们拜托川普怎么样 派一个医疗军舰 到纽约州去支援 这个医疗军舰 是平常他们战争时期 才会动用的 派这个医疗军舰 就是这个舒适号 是医疗军舰 现在纽约是需要 到这个医疗战舰来保护 是 这个医疗军舰 有一千个床位 它等于是一个海上的医院 里面有手术房 里面有断层扫描 里面有放射治疗 里面有药房 里面连生物实验室都有 它就是美国在对抗 最大战争规模的时候 动用了海上的医院 这时候派到纽约了 为什么 因为纽约病床不够了 他们希望说 把普通的病人移到这边 而把医院内部的东西怎么样 留给所有的武汉肺炎来使用 你刚才提到这 变战的这个帐篷 为什么要去征掉大学这些宿舍 那还是硬体 他们讲说 他们这样的呼吸器 他们的口罩 他们现在所有的防疫设备 完全不够 所以川普才说 我要动用国防法 暂时国防法 还有 我现在所有的设备不够了 我连军方的设备 都要先拿来支援了 是 因为已经统计出来了 全纽约州可以动用 就炸到完全零 炸出来 他只有五万三千个 普通病房 跟三千个加乎病房 可是他们评估 一旦爆发后 他们需要多少 五万五千个普通病房 还好差两千而已 可是加乎病房 他们需要一万六千个 到三万七千个 他们现在只有三千个 加乎病房 连塞牙缝都不够 所以对他们来说 军券厂要出来 野战医院要来 工兵署要来 对他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挤出一切尽有可能的 所谓医疗资源 如果你挤不出来 那些没有办法被排到 加乎病房的三万四千多人 就是等着死亡 所以对纽约州来说 他们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危急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很多时候 只能祈求心灵的力量 我今天看到一个画面 纽约州的神父 在大街上 用车子载他 怎么样 他为全纽约州祈祷 他为全纽约州祈祷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就这个神父 他就用货车载他 然后帮纽约州祈福 只能剩下这一招了 你只能剩下信仰 可以救他们了 也难怪川普会说天又美 好 丝统 刚刚讲的 今天世界很多的元首都站出来 信心喊话 川普说我是战事总统 我们看到了梅克尔也说 这是二战以来的最严重挑战 他说我们要减少公共的一个接触 好 蔡英文今天也出来了 可蔡英文今天有个重点是 他这次重点是防疫疫情 我们现在还守住了 可是我们现在的经济风暴才要开始 之前不是有六百亿吗 六百亿不够了 他直接喊加码到一千亿 甚至我今天的融资 我今天的书棍 一个一个都还在持续 保洁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会有两波冲击 一个是疫情的冲击 一个是经济的冲击 在经济的冲击 最明显的就是股市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跌了将近5.8% 那你知道吗 盘中收盘之后 保洁居然有731家是跌停板的 我们现在跌停板是10% 居然有730一家跌停板 这是大概约莫 占我们上市上规公司的一半以上 那你知道其实一个月 我们有一半以上跌停 对 那你知道一个月前 其实台股还有12197点 今天已经跌到8600点 一口气已经跌到3500点掉 跌掉了 你就知道说这个跌的速度 也是史上最快的一个速度 而且就在这两天发生的而已 华姐你知道吗 这几天外资根本都是大逃杀 你知道吗 事实上外资到目前为止 在台湾从今年开始的话 他大概卖了4600多亿 可以看到他从3月 今天才3月中而已 他3月已经卖了快要3000亿了 他不计价开始狂杀 卖3000亿 对 而且今天台幣出现了大幅的贬值 外资在开始跑了 所以对台湾经济来说的话 风雨飘摇时间真的来到 我跟大家讲 这是今天的这个金融股 你看金融股居然有那么多档跌停板 全部跌 这么多跌停 这是光电股 你看有多少档 光电都跌了 跌停板 那你看这是半导体 半导体你看有多少档 今天是跌停板 这是纺织相关的 也是有非常多股票出现跌停板 所以现在不是只有单一产业 现在是台湾的所有产业 全部都已经笼罩在这种冰封暴之中 这个对台湾的冲击当然非常大 所以蔡英文总统为什么要出来 因为他知道今天 所以他今天已经开始出来 大组合拳了 除了他自己说 我们准备要投入1000亿 包括说救助这个光光业 救助相关的产业之外 你看我们今天央行 今天央行降息 降一马 那除此之外 为了挽救股市这样崩跌的状况 我们现在也开始祭出 国安基金平盘下 平盘下不能够放空 而且国安基金搞不好 明天就要启动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而且今天我们台股 已经跌破十年前 跌破十年前的意思是什么呢 过去你十年来买的股票 你完全都是赔钱 所以这个对台湾 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前所未见的压力 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现在川普 普丁 跟沙特阿拉伯 在打一场石油战争 那是美国的事 俄罗斯的事情 是中东的事情 跟台湾有关吗 没有 今天我们这两天 为什么会跌这么凶 原来跟这场石油战争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们保险 我们看这个图里面来说的话 金融股跟这个纺织股 就跟石油有非常大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原本都认为说 这个他们不在打这个石油战争吗 我们原本以为了这个石油价 从62跌到30 已经很夸张了 对不对 结果保险 昨天油价居然从30块 跌到20块 20 一口气再持续的大暴跌 所以川普的功能 川普的政策都没有用 对 而且跌到20块的时候 保险说实在的 连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储跟普丁 他们都有点吓到了 他们原本以为30块 应该守得住 玩太凶了 对 因为你说川普 你要去接 那再接的话 照理说应该接得住 就没想到接不住 而且航空业 再持续的大爆仓 这个持续的往下跌 保险 现在他们这些国家 完全都撑不住 沙奥地阿拉伯跟普丁都撑不住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就说这会交互影响 第一个我们先跟他讲 油价下跌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 台湾的金融业 或是我们很多投资人 买了美国业银友的高收益债 高收益债这几天继续跌 继续跌的话 银行损失 银行损失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银行股会跌 就是这样 因为 是 跟高收益债 有关系 再来是什么 我们银行业买了很多 国外的股票 跟国外的债券一堆 现在也等着下跌也非常严重 再来是什么 他们也买了我们很多 台湾的股票 所以现在金融业事实上是这一波 我们都看到 到底是不是金融危机 你就看金融股 连环绞杀 对 事实上宝洁 你知道吗 在这一波的美国的 道琼的跌幅里面 最大也是金融股 像JP Morgan 很多股票都跌40 50% 这就是标准的金融风暴 所以国内的金融股 接下来可能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压力 好 那你说这次金融股 那还会受 什么股还会受伤 因为油价下跌的时候 台塑市保一定完蛋 台塑市保他今年的话 这个今年都 这个股价都一直狂跌 那台塑去年还有110几块 现在已经跌到60块 你什么时候看台塑跌 那么快的这个价 他什么时候跌破70块 已经跌那么快了 那你还不止这样 你以为纺织股会受贿吗 不对 因为纺织股一开始的时候 他有高价库存 高价库存清不掉的时候 他会亏损 亏损的时候 那结果你现在需求又减少 Nike什么都减少 所以他现在反而是被两面绞杀了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纺织股全面的 这个往下跌的这个状况 所以那一个石油暴跌的过程中 你不要以为对台湾没有影响 完全是一环扣一环 对台湾的整个产业产生非常大的杀伤力 现在杀成这个样子 杀到沙奥迪亚伯跟这个 包括说这个普丁还有川普 都是看不下去的时候 保姊你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吗 我跟大家讲 一个关键时间点叫4月22号 因为这是普丁设定的一个日期 为什么普丁要设定这个日期 因为4月22号是他的宪法要公投待天 宪法公投过了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认 他就说好 我不要打这个战 因为他现在这一次普丁的修法的时候 国会议员提出的这个条件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俄罗斯处在风雨飘游的国家 我们需要让现任总统能够再黏着 所以这是他修宪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要让自己进入战争状态 所以我要东搞西搞这样子 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很混乱 那我的这个修宪就可以过 而且你知道他最近使了很多招 俄罗斯人都说你未免也太过狡诈 因为第一个 现在他把国境都关闭 而且现在整个俄罗斯人也不能公共聚会 但是他说4月22号照样投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网路投票 所以很多人就说你普丁会不会做票 当然也会 所以我现在说普丁才是这个想 他都已经整个想好这个铺牌 最后的期间就是4月22号 油价或许在4月22号之后 有可能会反弹 但是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油价如果这个样子 对国际经济都不是件好事 好 会认 刚才讲 蔡英文仲今天出来了 一开始当然信心喊话说 我们这个疫情还在控制当中 还不需要去弄所谓的紧急命令 来咯 接下来你就看到 他开始有点焦虑了 焦虑是对台湾的经济感到的一个焦虑 台湾的经济 现在压力有这么大吗 除了观光之外 我们也提到长荣华航 这个我们都已经提到 大家可能比较不注意的是 卖油给他们的公司 你说台塑化吗 台塑化已经没丁没丁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多少了 而且已经跌到六十几块 他已经竟然跟台塑 他们的下游业者台塑差不多了 卖油跟卖油跟卖油跟基础 你知道吗 我觉得做股票 我只佩服过这个人 那个就是财讯前社长叫孙文雄 我曾经听过孙文雄 亲口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台塑化 如果到了七十块 你闭着眼睛买 可是肩脑现金破七十了 我还是不敢买 因为全世界不一样了 就要看油教 因为这几天我刚好有跟他们的就是 就是比较高阶主管 就聊到有关于他们 营运前情的事情 你就从他的一些回复当中 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整个心情 荡到零下极度心 他后来只用一句话来作为结尾 他就是说油价下跌才是致命伤 就他跟我讲完这一句话的 就昨天竟然又跌了24% 直接变成每桶油价来到20块 我当那个跑石油这个记者 已经跑了十几年 从我当财经记者以来 我没有看过每桶价格是20块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相当严重 后来他们就稍微 我就说那你们到底现在外传都说 法人都估计你们第一季的 整个台塑化 竟然会亏损上百亿 有一些法人都出了这个报告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他已经没有办法告诉我 他才有跟我说你自己去算 但是我跟你讲 他怎么算你知道吗 我们就粗估他的炼油 他每天的炼油量 最高一天是可以练56万桶的原油 他们现在有一套炼油设备停下来 大概有40 我们用40万来算就好了 40万桶的原油 他一桶油呢 当时他 因为那个油要运过来 大概这个价钱都是 大概一两个月的落差 所以他每桶油 当时他买的时候 到运过来价钱 到现在应该差了每桶20块 你用40万桶一天 40万桶乘以20美元 再乘以 就换算成台币 一天那个价差损失 就损失了两亿多 一天 两亿是台币还是美金 那是台币 但是如果是拉长成一个月的话 那个严重就严重了 那我们现在是讲用链的 还没有算库存 你知道放在他那里面的库存 叠价损失 那个就很严重 再加上还有另外一种是 载货 就是他登上船 到送过来的那种叠价损失 所以他们光是这个叠价损失 会吃掉他们非常多的获利 导致变成他第一季 根本是没有获利可说 可以变成直接就是亏损 难怪台币现在跌这么凶 跌得很严重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其实以他们业者来讲 他们会认为跌不是问题 是你要打底 你现在统环乐是说你不打底 你一直跌 一直跌的情况之下 你会变成整个需求 全部都萎缩 第二个就是 你的疫情到底是什么结束 你疫情如果始终没有办法结束的话 始终没有看到春天的来临 就下雨就没有需求出来 没有需求出来的话 他们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后来我就直接问他说 那你到底认为现在目前的油价 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 他就只有回答我一句 我看过我生平 我当了几十年的这个员工 我从有这个台说话公司以来 我看过最坦的油价是 每桶9.99元 9.99美元 他就说了一句说 我希望我不要看到这个历史被突破 我现在二十还是到9.99 在腰斩 他就非常害怕 因为他认为从就是从台塑化 投产以来没有看过 就是这么激动 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 那以台塑集团来讲 他的口袋还深 还经得住 但是你知道很多口袋不深的 的企业 尤其是观光业 会怎么样 已经现在已经是死成一片了 我们现在稍微粗估来看 我们光看饭店这个部分 例如我们这边最近的几家饭店 喜来灯 然后再来是精华酒店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大昌酒盒 这以前我们都认为说是 很多那个外商人士会来的 现在三月份的住房率 竟然跌到剩两成 只有两成 这个真的只有两成 八成的空间 八成的房间没人住 对 然后再远一点的 南港的万宜酒店零 直接是挂零 所以你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我们那个 那个蔡英文总统 才特别宣布说 现在光航空业 这个要放出来的 那个纾困的 本来是说三百亿元 现在可能要加到五百亿元 然后对于观光这个部分 跟餐饮这个部分的 本来可能也是说两百亿元 现在可能从那个 另外一个 那个另外一个 这一次的基础建设 那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 额外要再拨三百亿元来投入 这些所有的努力 就是为了要避免 产生系统性的风险 然后最可怕的是现在那个旅行业者 有个数字出来 他说上半年他们推估会停业的旅行社 大概有五百家 五百家 放无薪假的旅行社 大概有一千五百家 如果整个疫情 坦升到下半年的话 会有三千五百家 与九成的业者要断吹 所冲击的就业人数高达十几万人 我要补充一下 刚刚前面几位讲的非常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边我看到一份那个KPMG的报告 他的预估的报告 大概是几个礼拜以前刚出的 旅行业到六月份 如果疫情拖到六月份 要倒闭九成 旅行社倒闭九成 三千九百家 完全面临无法营业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他蔡英文要去救的 就是所谓的航空 航空业 航空业我们讲按航班 原来的航班是一千三百四十五班 现在减到一百九十三班 只在一层 剩下 整个总运量 剩下他们预估了三十五% 三十五%一定要倒 所以这华航跟长龙面临极大极大的危机 另外来讲一个 你刚刚讲的石化业 石化业现在这个更可怕 目前中国大陆的GDP 占全球的十六点三个百分点 很大嘛 对不对 所以石化的需求量最大 那台湾的大型石化业 全部都有在大陆投资 完了 这是最大的风险 现在突然间没有需求 没有需求两个原因 因为油价下跌 买盘缩手 我不要买 我现在等你再跌 对不对 然后刚性需求不见了 然后我们这个依赖度 大概40% 所以全部的 台湾的大型的 大型石化业 全部依赖中国大陆市场 那中文大陆请问你 所以他们的KPNG评估 这是对台湾石化业的重大利空 有危机 不是刚刚那个60块70块的跌 还有后 因为它的市场在大陆 然后另外一个 更可怕是什么 我们的银行 银行 我们的银行有做海外业务 对 我们有各全球的业务 对不对 没错 那请问你现在业务是面临的 整个放款 是不是整个曝险的金额是完全大幅度上升 当然 而且我还买了很多国外的债券跟基金 还有 然后整个资产的抵押品的资产 是不是急速恶化 对 那这时候会伤到谁 我只讲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透过香港 我们直接或间接对中国大陆的放款 超过一兆台币以上 那我请问你 那这个恶化下来的情况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可以 你记得 我们以前有过次贷的危机 对 我现在跟各位报告 以KPNG的算法来讲的话 我们有做国际金融业务的大型银行 将来会有面到一波非常大的压力 我讲到这个事情 今天我 这个绝不吹牛 今天川普就公布了一个政策 要求全美国商业银行 对企业放款 现在的放款要有赎回的 就抵押品到期的 他要延长到 延长到四月底 四月底以前不能够执行 扣押的动作 就是我们要收回动作 要收债的动作 要执行到四月底以前 全部冻结 那这代表美国的资产品质 现在是全速下滑 中小企业也是一样 大型企业也是一样 有压力 不然川普突然间公布这个干什么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是一个疫情 石油危机 现在变成金融风暴 全球的经济跟金融的风暴 而且我们台湾的大型银行的风险 是非常的高 如果尤其做中国大陆的放款的生意的银行 要特别小心 这么 那台湾现在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活下来的 目前没有 所以今天股市在跌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基本面 刚刚你讲的是技术每个股价等等 所以蔡英文已经知道这个严重性 他要投入的千亿以上 千亿以上的资金来对抗武费 是错误的用词 是千亿 数千亿以上的资金 来对抗武费所造成的 未来两到三季都不能解决的 金融危机跟经济危机 这才是真相 当然地上的风暴 源头的新冠肺炎 昨天台湾一破败 开玩笑 今天的大卖场 卫生纸也没了 食品也没了 大家又开始抢购了 现在我们到底守不守得住 大家担心说 如果这个房线一垮掉 那台湾就完了吗 不会啊 我们现在正在守啊 但对疫情的部分 我们不是像英国或意大利的佛系防疫 我们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整个控制 所以我们为了要把那个R0的值下降 我们会尽量让每一个可能的感染者 或确定的感染者 不要接触到下一个人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就变成说 像我们第54案 第54案他确定感染了之后 他接触的公司就有三家 必须要在家上班了 他去过的办公室 就有一层的办公室 必须要停下来了 真正的影响就是这个 跟他接触到的人 我想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你做完检查 可能不会两三 可能找不到两三个是感染 所以最大的问题 不是会很多感染者 是我们用这个方式 减少感染者 可是我们冒的这个成本 就是我们的经济 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能上班的 上学的受到影响 今天就有一个学校 一个高中完全停课了 那我们对于高中这边 我们的控制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学校里面 同时一个班上 两个同学的话 我们就要求他停课 那这个做法当然 其实以年轻人 以高中生来说 他的感染应该不至于会致命 我帮大家回溯一下 我们现在108例 108例只有1例死亡 也就是台湾的死亡率 我们当然这个算法很粗糙 因为我们的个案不多 我们的死亡率是0.9% 意大利是8.3% 所以大家不要看意大利 那么紧张 我们是0.9% 那但是我们对于高中生 我们为什么不希望 高中生继续感染下去 因为高中生坐在一起上课 所以今天的这个第100 高中生那个是第103例 103例 103例是跟59例 坐在一起上课的同学 那这个我看到这样的 这个追踪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 做隔壁的同学 他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一件事 你跟你 你跟你这个 你跟别人之间 如果你们间隔少于一公尺 长达15分钟的交谈 交流 那他是感染者 你就比较有风险 那隔壁同学当然很合理 如果说不是隔壁同学 是隔壁班同学 或者是老师 那这样表示 这个传染应该已经出去了 可是他是隔壁的同学 那就表示 就周边很靠近 那我们这108例 到目前为止 本来这100例 还说找不到他的感染源 那今天也确定感染 感染源确定是他的朋友 找到了 他是国外回来的朋友 所以其实这一波 就是最近从 最近这几天 从6例 8例 10例 23例 今天8例 听起来这个数字 突然之间暴增 那个线会翘起来 大家很紧张 可是你去看 这些都是有明确感染源 就国外回来 所以今天就我的了解 在我们的边境检疫的部分 所有欧洲回来的 美国回来的 全部都要填资料 全部都要做电子上面的资讯 那接下来忙的会是谁 各县市的里长 所以里长 不要再带团出国完了 不要再带团出国了 因为里长 你好好守在家里 好好做你的事吧 是 因为这些人 全部都要居家检疫 都是里长要去关心 你有没有出来爬爬灶 你有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我帮你 帮你想办法让你有饭吃 所以其实接下来的责任跟压力 第一个最重的 我觉得还是边境管理这一边 就是回到台湾来的海关 他现在要开好几个窗口 让他们可以很快通关 今天一排队排了5000人在外面 你不要让大家全部挤在一起 我们就尽量 因为现在的概念是这样子 就算他待的那个地方 是比方说是加拿大或美国 这种有感染者的地方 回来那个人 本来不见得有感染 但是他在飞机上那么久 又像我们这两天看到的 那个之前香港那个航班 是全部的人都挤在一起 以我们的医疗的想法来讲 我看到那个飞机挤成那样子 你没病也有病 你一定会被别人传染到 所以不论是在原来当地就感染 或上了飞机之后被别人感染 他回到我们的海关的时候 是高度风险 所以这些人 第一个动作让他们赶快通关 可是拜托不要搭捷运 不要搭高铁 请家人 或者我们现在有个叫防疫的专车 防疫机型车 把他载回家 载回家或载到这个隔离旅馆之后 这十四天乖乖待在那里 好 董浩 你刚才讲到的 今天政府现在最压力最大的 是财经化 而且它会有第二波 第三波的钱 而且你说那个钱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是准备好了 因为其实那么讲 在今年二月 二月底三月的时候的时候 我跟那个政府的高层 他们就是在城市中背后的那群人 城市中不是一个人 它是背后的一群人 那个时候在聊的时候 其实聊了他们就是讲经济问题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你在台面上看到蔡英文总统宣布的是一千亿 对 可是还有一个一千亿你没看到 因为他是用经济部的细分稿就处理掉 他只告诉你一百亿 可是后面的后面的金额其实是一千亿 什么东西呢 摊贩 中小企业 这种微型企业的 这块是抵抗力最弱的 那他有一个中小企业数 有一个中小企业信赖基金 他干嘛 他就准备一个一百亿 放在那边做担保 做一个融资是一千亿 也就是这段时间你去申请 他已经找好一百亿放在那个地方 你来申请他帮你做 要么是协助你贷款 做贷款的保证 要么你需要利息补贴的 用利息补贴 这个时间多久 从三月一日申请到九月 从这个时间点 你也可以去抓经济部的一个撕毁 他这个地方就是你看 他没有在今天的记者会 他在前几天你开始动 他要算 关键算 为什么算到九月 让你申请可以到九月 这个是他在预估 这一波的的这个冲击的坡长 他最坏他抓到九月 那这个就是告诉你说 他要做一些准备 在在比如说像林佳龙那一边 在做准备的已经已经对 观光旅修业 九成会完蛋 或许一个最具体的 你每天大概很多人都用到 计程车 你知道现在计程车时期很紧张 因为很少人坐计程车 因为怕说坐在那个空间里面 你也麻烦我也麻烦 你危险我也危险 所以有计程车司机现在怎么做呢 你要来他的车子的时候 他不要你碰门吧 他下车帮你开门 你说台湾现在计程车司机是这个样子 对 他下车帮你开门 在你要上去之前 他还用酒精或什么清洁用 把那个座位清洁 当着你的面清洁给你看 这样子你才放心坐得下去 对不对 好 你坐上去之后 他跟你讲 请你请你不要关门 我帮你关 就是你都不要碰门吧 对 你知道吗 那是只有大老板 司机才做的事情 他帮你关好 再清洁一次 当着你的面擦给你看 然后戴好口罩 你戴口罩 我快一快到我们两个都不会有事